你们都疯了吗 被丧尸袭击之后还带他们回来 秦少峰也看向领队 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被丧尸袭击 是爆炸导致的二次塌陷 我们在修复安全门的时候遇到了二次塌陷 干嘛的 这次事件根本不是意外 是有人用高度浓缩炸弹摧毁了安全门 可是伤口暴露在空气中也会导致感染丧尸病毒 没关系 问题不大 阿呆走到几名伤员边上 检查了一下伤员的状态 他注意到几名伤员面色铁青 汗水不住的从脸上往下躺 这次我带来了暗黑骑士团特制的疫苗 注射之后能够抵抗感染 至少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 阿呆太感谢了 这个时候整个主控室内反而是格外的安静 由于你的救治 研究所员工 痴血用冰痕对你的好感度小幅提升 目前他们情况已经稳定 不会有成为感染丧失病毒的风险 不过危险还没有过去 我会尽可能带着所有人都从这里活下去 解决危机 又或者你们也可以继续留在这里争吵 等到十二小时之后 不 根本不用十二个小时 这里很快就会被丧失攻占 彻底沦陷 阿呆 你有办法帮我们是不是 嗯啊 但我需要你们暂时听从我的指令 你得到了研究所员工和团队的临时指挥权限 这是啥子操作 阿呆居然可以拿到整个团队的指挥权 那有时还能联络玩 感谢你们的信任 时间紧迫 废话就不多说了 有谁学过建筑技能 等级越高越好 我是杨天 是布雷格先生的弟子 和他学过一段时间的建筑 我也会 我学过一段时间的建筑 可以帮上忙 很好 我需要你带着拥兵团 想尽一切办法拖延时间 放弃对各个隔离区安全门的维修 放弃守护各个通道出口 保存力量 全员后撤 我们要阻止丧尸群 对庇护所供电设施和中央控制时 再分出一队人 想办法将丧尸们引开去外面 努力撑住一个小时 只要一个小时 我就能找到人来接应你们 好的 上校 走 跟我去F区 你跟着他们 遇到情况使用求生电台紧接联系 好 我知道了 不知道为什么 阿呆给了邓星一种奇怪的感觉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而且他有决定的能力翻盘 我来读情 阿呆上校 我们接下去该怎么做 差不多够了 阿呆拿出一张图纸 你们来看看这个 这是建造图纸 死 空间撕裂装置 它竟然还有这种东西 空间撕裂装置 是我们远星公司内部最高机密 看看建筑材料是否充足 还缺少什么 材料都有 但建筑类物资都暂时存放在地下三层的储藏室 现在过去取的话 还有 阿呆上校 现在再建造空间撕裂装置 已经来不及了吧 定位通道坐标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对 我庇护所内的主空间撕裂器经过改造 可以快速完成通道定位 还有什么疑问吗 好 开始行动 杨天跟我来 其他人留在原地待命 预先清理出一片建造区域 若西亚 你留在这里看守 嗯 这里就交给我吧 来到三层储物间 开始在储物室内翻炒材料 你的显示者改造体 正暴露在高浓度病毒体中 血量将持续下降 长期处于高浓度病毒体中 由概率产生变异 你可以花费5000点 求生点数加速变异 正向变异成功率 0.0001% 如失败则丧尸分身死亡 这隔离区内部的病毒这么厉害 竟然连丧尸体也会受到影响 至于伯纳0.0001%的正向进化概率 总之先想办法完成空间撕裂器的建设 搜集完建造材料后 NPC开始修建空间撕裂增置 大佬您在说什么 好的 我马上上线找戴维先生联系 行 我去准备 好 大佬牛掰 大晚上的 大神还真和路西亚去做任务了 而且还是一个大任 这么慌张 什么事 老板他 发现了隔离区 你说什么 隔离区 运行公司的隔离区计划 快走 一号人物七小时前已经确认死亡 恭喜 计划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四号也在我们的控制之中 唯独二号人物比较麻烦一点 我得到消息 联邦已经找到了二号的相关痕迹 正在尝试招募二号 嗯 是得给他们增加一点麻烦 光是扩散感染区恐怕还不够 嘿嘿 行 不过那得额外加钱 秦少峰带着手下两支作战小队 在主通道口苦苦坚守 而队伍的子弹也即将耗尽 啊 他记得阿呆之前说他说的 尽量撑住一个小时 时间已经过去了47分钟 队伍开始逐渐向后退去 最坏的情况 大不了直接炸了一个通道 这样一来就可以暂时封堵住这条通道口 这么做负面效果同样极大 丧尸群一样会从其他通道口涌出 爆炸甚至还会导致部分电路被损毁 后续修理会更麻烦 事到如今也没办法 只能采取这种权宜之计 快 射制炸药 是援军来了吗 卧槽 挨的并不是援军 而是密密麻麻一眼 看不到头的丧尸群 为什么丧尸群会从另一边袭击过来 难道后方已经被攻破 和他们拼了 等等 你看 那是什么 秦少峰队长 我是暗黑骑士团精英小队成员袁立新 阿丹上校让我来接应您 袁立新把通信器递给秦少峰 少峰 还安全吗 还行 要是你再晚来几分钟 可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喂 那可不行 时间还剩不到七个小时 你还有很多活要干 快回指挥中心集合 理想偷懒 你在秘密研究所内部 建造了小型空间撕裂器 你成功营救了秦少峰的三号小队 你与致血佣兵团友好度提升 你的庇护所成员邱耀康 只点了秘密研究所研究员 邱耀康得到了崇拜 你获得研究所研究员好感度提升 你成功营救了安非骑士团八号小队 啥玩意 好像混入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邱耀康 他怎么也来了 算了 来就来吧 阿呆此时正跟随赤血佣兵团团长霍林一起堵在C区入口 尝试修复C区被破损的大门 戴维带领的工程队也一起跟在队伍后方 戴维 建筑情况怎样 不太妙 隔离区安全门是由高密度合金打到 内部还有机械操控运行 除了需要大量高昂的维修材料之外 维修难度也非常大 还要多久 理想状态下 就算不被打扰 材料充足 至少也要四个小时 事先准备的材料还不够 我需要返回回去领取材料 四个小时一扇门 还是破损最为轻微的C区 从时间上来算根本来不及 该怎么办 大神 大神你听得清吗 听得见 什么事 大神 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 是九大佬 方便的话 要不你还是回来亲自看看吧 邱要康 不管了 正好也要回去取材料 先回去看看 大神 我发誓 我拦了 但是没拦住 邱先生的脾气你比我了解 九大佬说是要直接在这里进行和感染区相关的研究 然后就把实验室的器材全搬过来了 大神 你看 原本那些不可一世 吵吵闹闹的研究员们此时一个个的都跟在邱要康后 老老实实的看着他操作机械 他们那种看待邱要康的目光里充满崇拜 由于你的表现 秘密研究所实验员员对你感到认可 秘密研究所研究员 被邱要康的个人魅力所折服 你的庇护所吸引力通过检定研究人员九人 愿意加入你的庇护所 邱要康 个人魅力 你确定邱要康有这玩意儿 这么短的时间 邱要康已经完全得到了这群试验研究人员的认可 邱要康是怎么做到的 阿呆默默的简开人员详情讯息查看 这些新加入庇护所的研究员 大多都是评价B左右的研究人员 其中有一人的等级 甚至和李博一样是A 他们全都具有高等级的科研技能 这波不亏 而此时 邱要康正在调教他刚刚骗来的新手下 教他们学习新班来的实验仪器 他究竟用了什么手段骗到这些研究员呢 看到阿呆走来 邱要康转身对着阿呆点点头 示意手下们各自干活 阿呆 你找到的这些新人还算不错 至少不像李博那么大 对于我们而言 这个秘密研究所绝不能放弃 隔离区里的病毒异化体 拥有非常高的研究价值 它的价值不可估量 阿呆的运气简直太棒了 天选之子也不过如此 想要什么就能找到什么 太不难 利用隔离区内的高浓度病毒 我们可以展开融合体的研究 顺利的化丧失融合体的改造 也可以尽快提上日程 大幅缩短研究进程 隔离区竟然这么有用 阿呆揉揉揉有些发胀的太阳穴 但是很头疼 想要彻底修复隔离区基本不大可能 好吧 前提是我们能够想办法守住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什么 隔离区内的高浓度病毒体已经泄漏 而中和病毒所使用的备用药剂7个小时之后 就会完全耗尽 时间太短 我们完全没办法赶在7个小时内 完成破损安全门的修复 邱药康很平静 他伸手在实验仪器上暗动了几下 阿呆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限定在7小时内修复呢 你想让我们暂时撤裂 对 病毒是没办法通过空间撕裂器进行传播的 传送通道也可以保证我们撤裂的安全性 等我们收集到足够多的资料 我有信心尽快研发出一种新型药物 提高人体对于病毒的抗性 再加上特制防护服 短时间内抵抗高浓度病毒不成问题 至于中和高浓度病毒气体的药剂 我也有能力研发 为了做到这一点 我需要在7小时之内建立一个实验观测站台 获取更多实验相关数据进行测试 而你 阿呆 在撤裂之后 我需要利用你的丧尸往返这里进行资料的收集工作 可行 等NPC通过传送通道撤裂之后 可以学习建筑维修技能 让藤万丧尸群慢慢修理破损的安全阀门 只要可花时间慢慢磨 总能完成安全的修复 阿呆 这是我们一个机会 一旦搜集到足够多的资料讯息 完成相关实验 融合变异将会变得可供 我们也能找到抗病毒体的方法 免疫普通丧尸病毒的药剂 也很快就研发成功 好 按你说的计划来办 各单位注意 请立即返回指挥中心 廖不凡刚刚来到公司 立马接到了联邦传来的紧急通知 看到通知内容 廖不凡意识到事关重大 从上线寻找阿呆 然后 他看到了位于庇护所地下室旁边的 大型空间撕裂装置 在暗飞骑士团精英的指引下 廖不凡顺通过撕裂通道 来到秘密研究所指挥中心 看到如此庞大的指挥中心 廖不凡猛了 这是啥情况 这里又是什么地方 明明昨天还不是这样的 才一个晚上的工户 大佬就开始开分框 建造第二基地 廖不凡走到人群中 忙碌的阿呆跟前 老 老板 您这是 嗯 廖不凡你来了 这是我们庇护所 新建立的空间撕裂装置 通过它可以开辟空间传送通道 这里原本是允星公司的 秘密研究所 我刚刚接到了一个新的任务 这段时间 我会集中精力处理 和研究所相关的任务 这两天庇护所 还是和以往一样 暂时交给你 遇到麻烦及时联系 说了半天 合战还是开了个分基地 是有什么急事 对 老板 是有个急事 工作室刚刚接到 来自联邦发来的紧急通知 怎么 是血月计划 联邦的血月计划 遇到了麻烦 血月计划 差点忘了 还有血月计划 联邦名单上的那批人 快要来庇护所了 联邦获取到最新情报 反联邦组织 将会对部分 采与血月计划的 玩家庇护所展开攻击 行动在半个小时前 已经展开 有很多玩家工会 已经遭到攻击 部分工会 更是损失惨重 联邦让我们也提高警惕 做好御敌的准备 反联邦组织的这伙人 真的是疯了 好好活着不好吗 非要在血月前告示 这不是御时剧本吗 反联邦的组织 发起攻击的这个时间点 非常巧妙 恰巧就在血月之潮的前几天 他们不需要完全攻破 玩家庇护所 只要对其造成不良的伤害 届时 玩家庇护所自然会在血月中 被丧尸们清理的 单干净净 不过阿呆一点都不慌 他的庇护所防御能力强悍 反联邦的人来了 也是送死 咦 对啊 血月 正好彻底铲成那群钉子户 扩充领地的最好时机 联邦希望我们保持警惕 必要的话 他们也会提供给我们各项物资支持 我也听几个朋友说了 反联邦组织的人 这波搞得挺狠 好几家工会 都受到了来自雇佣兵团的袭击 损失挺大的 后续在血月中自保都难说 更别提后续参与血月计划了 这下联邦的人可有点头疼了 大神 我觉得陈玉多半等等 就会给你打电话 想要在庇护所里面多塞电人 廖不凡见状笑嘻嘻地说道 那挺好 老板 那咱们可得狮子大开口 联邦的羊毛 可得狠狠地好逸吧 嗯 廖不凡 你之前提起过森林里的那几家 钉子户情况怎样了 啊 钉子户 他们都还好吧 这段时间都没什么特别的动作 都在加固庇护所 准备度过血月 你觉得如果我们趁着血月即将来临 进攻他们的驻地会怎么样 哦 老板这么狠 这老板要是派出丧尸群的话 大概直接就能踏平庇护所了吧 庇护所没了 那伙人多半也躲不过血月 没错 要么办 要么死 哇 趁火打结这火我熟啊 好啊 大神 你这计划没有不可言 我可以来帮忙 打之前总要沟通一下的嘛 不然影响我们的名声 这火我熟啊 阿呆看了看墨家伟 嘴顿谈判的话 墨家伟足以胜任 但论打架他一个人不顾 阿呆 要不要我来帮忙 对啊 还有露西亚 她是暗飞骑士团中尉 领导一支暗飞骑士团小队作战 绝对没问题 更关键的是 她也可以帮忙控制丧尸分身群 好 露西亚你和墨家伟两个一起 续月前这段时间 我需要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扩张势力 就从森林内的几个钉子户开始着手 一切顺利的话 等清理完了森林之后 我们继续以监狱为中心向外扩张 将整个区域都纳入我们的转控范围 好 听着阿呆的规划 莫家伟也莫名的有些新潮澎湃 看看 这就开始全滴 走向区域争霸了 足足领先联邦一大步 这才是大神应有的格局 原本分散首位的赤血佣兵团团队 也陆陆续续返回指挥中心集结 阿呆将修改后的计划 与赤血佣兵团团长霍林 讲述了一遍 所以我希望这段时间 你们可以加入我的庇护所 当然 我更希望你们可以永久加入我们 为了这个世界的和平 霍林和秦少峰互相对视 阿呆 很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但是很抱歉 在世界末日之前 我们赤血佣兵团 原本是受允星公司 雇佣保护研究所工作人员 末日爆发后 为了防止隔离区的病毒泄漏 我们才会选择一直留在这里 现在布雷格已经死了 隔离区即将沦陷 我们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我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 在末日中活下去 不 不是沦陷 只是暂时撤离 我保证 我们会重新夺回庇护所 并且将隔离区再次封锁 在这之后 隔离区一样 还需要你们来保护 为了这个世界 我需要你们的力量 霍林再次低头陷入思索 阿呆 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 不如这样 我给你十天时间 如果你可以在十天内 重新掌控隔离区 那么我愿意加入你的庇护所 当然 你也必须要保护 原本这些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阿呆扭头 用目光询问一旁的邱耀康 足够了 十天的时间 足够我复制出中和高浓度病毒所使用的特殊气体 前提是我需要足够多的气体制作原料 好 我们成交 玩家当前任务 感染区危机状态 部分完成 综合你在任务中的表现 你获得求生点数3.5W 你与致血佣兵团 好感度得到提升 你触发后续任务 致血佣兵团的考验 任务难度 SSS 任务要求 十天内修复隔离区破损了安全阀门 并驱散感染区内的高浓度毒气 任务难度 SSS 任务奖励 求生点数 致血佣兵团以及部分秘密研究所工作人员 这段时间麻烦你了 准备好了的话 就立即开始转移 我需要尽可能多的留下解读气体 作为实验样本进行分析 好 霍林立即安排研究所工作人员 开始进行撤离准备 阿呆又将目光移向了一旁的邓心 该不会被灭口吧 凭被不顾思议挑明 在这里也太不自当了 阿呆 我想你保证 在这里我所有砍到频道里都会对外包米 钱活用 包米条款 什么都可以 阿呆走上前两步 要不考虑一下 加入我的工作室怎么样 可以线上上班 待遇是普通一线游戏公司的三倍 好啊 老板 我愿意 钱不钱你不重要 我主要是被老板的女人给没力所吸引 我觉得你很有当间谍的潜质 我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你 全部人员撤离后 阿呆花费一千万联邦币 让莫家伟购买了一本建筑精通技能 你学习了技能 建筑维修精通 你可以对大部分建筑体进行维修 对已掌握的建筑进行维修时 可获得额外维修进度 减少维修难度 升级技能可获得额外维修成功率 减少维修消耗 缩短维修时间技能最高级50级 搞定 学完技能 阿呆立即开启 阿呆坐在篝火堆前 打开游戏预制 对丧尸群进行远程操控 丧尸群被阿呆分成三匹 路西亚带着一批铁尸者 和一支庇护所的暗黑骑士团小队 进行铲除钉子户任务 一批由暴君带队 进入充满高浓度病毒的秘密研究所 执行维修计划 另一批预备队被阿呆派出去砍树 你的丧尸群群正暴露在高浓度病毒体中 血量将持续下降 你的丧尸群身正在使用德尔塔合金 进行安全阀门的维修 你消耗了德尔塔合金6 该次维修使得大门的完整度提升0.7 你的丧尸群身血量降低 阿呆静下心 安安静静地等了半个小时 丧尸血量降低了大约30% 不考虑使用回血技能 丧尸群身大概也都在秘密研究室支撑一个小时 以50分钟为限 丧尸们分批进入秘密研究所维修大门 出来之后再休息20分钟回血 如此往复 成了 慢慢挂机吧 喂 大神 睡了 嗯 刚躺下 啥事 我们遇到点小麻烦 遇到的玩家逼护所 那些富裕玩抗地直接没了没啥问题 可遇到愿意投降地怎么办 退出游戏之后 疲劳家被袭来 阿代已经很困了 一时都有些模糊 咱们原计划是怎样的 给点资源让他们搬走 大神 给点资源也不够啊 没了庇护所 光有资源他们也撑不过血约的 这样一来他们绝对会和我们拼死一搏的 没这个必要 而且对我们工作室名声也不好 所以如西亚提议 如果遇到愿意向我们投降的 可以将他们现在回庇护所 保证他们的安全 等血约过去之后再把他们打发走 嗯 行吧 没什么问题 自从清理完庇护所的二号楼和三号楼之后 监狱的空间又大了三倍 反正监狱庇护够大 牢房够多 就当抓回来蹲监狱了 况且第一轮血月也不强 现在庇护所除了有暗黑骑士团小队 甚至还有暴君守护 还有维克特建造的自动机械炮塔 好 那就按你说的办 不过要记得我们的原则 清理完毕之后 一定要一把火烧了他们的庇护所 免得又和我们耍把戏 等血月之后再回去重建庇护所 好 我记下了 阿呆正要挂电话 猛的一下又想起了一个差点被忽略的戏剂 等等 啊 什么 赞助在我们庇护所倒是没问题 不过他们给租金吗 给伙食费吗 上次血月计划就吃了联邦的亏 他们没给伙食费 这伙人绝对不能控 阿周 应该是不给的吧 那就让他们给伙食费 嗯 不给也行 让他们每天去万里搬圆木底站 成 大神 就按你说的班 第二天上午 希望郑外的联邦临时资源收集点 看着停在资源点外的一大型军用卡车 资源点内玩家们无不投去羡慕的目光 陈玉 听说你晋升了 负责整个临时资源点的日常运转 那是上级对我的信任 对了 你怎么忽然需要这么多矿石材料 还不是因为血月计划 你在我监狱里面塞了这么多的人 可不得扩建一下监狱 提升一下监狱的防御等级 不然我怎么抵挡血月市潮 难怪阿呆要了这么多高等级的矿石 多半是弄到了什么 特殊防御图纸 不好意思 把联邦势力发起的这场袭击太突然了 我实在找不到区域内 还有谁有能力 能够容纳这么多的玩家 没事没事 你们也免费提供给我们资源了 扯平了扯平了 好家伙 合金金属全部用完 C区安全门只维修到87% 不过它的维修技能等级 也已经提升到了LV8 约定的血月计划第二批人员 今天下午就会分批抵达监狱庇护所 报仇还需要麻烦你为他们提供保护 没问题 交给我了 我保证他们安全度过血月 嗯 承煜看了看 另一边装在矿石的卡车 阿呆 你要的矿石数量很多 一辆卡车恐怕装不下吧 没事 我还多带了好几辆车过来 他们开车速度有点慢 估计还得多等一会 还有车 一辆军用运输车已经非常珍贵了 我们整个临时资源点 也就只有刚刚申请到的 两辆普通运输车而已 阿呆的庇护所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那正好 有几个血月计划名单上的玩家 已经在我这边了 方便的话 你一起接他们走 行啊 怎么了 可能是侦察人员发现了危险拉响警报 我过去看看 是谁拉响的警报 陈队长 您看那边 陈玉朝着士兵锁止方向看去 那是什么 武装装甲车 大约有五辆武装装甲车 正气势汹汹 朝着临时资源点方向驶来 是反联邦势力的人 进攻完加不算 他们都开始正面进攻联邦了 五辆装甲车 需要耗费多大的投资 有这个必要 反联邦势力的人疯了 要脏 装甲车能装载火箭炮 而火箭炮对资源点建筑造成的杀伤极为巨大 快 向上级汇报 别紧张 陈玉 他们是我的人 你的装甲车 阿呆点了点头 露出一个和善的笑容 脸色不要这么恐怖嘛 怎么样 是不是对我监狱庇护所更加放心了 有了他们 安全度过血液绝对没问题 我们联邦都还没配备骑卡车呢 怎么阿呆就已经开成装甲车了 你从哪弄来这么多辆装甲车的 你猜猜 给你三次机会 装甲车 阿呆 松木市 是从松木市弄来的 厉害 第一次就答对了 没想到晋升之后 格局也变大了吗 行了 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 可你是怎么把这么重的装甲车 给送回庇护所的 当然是靠这 当时阿呆在众人撤退松木市时 选择斗游家的举动 还有这段时间的消失 难道他留在松木市 就是为了想办法倒过装甲车 嗯 很有道理 好吧 阿呆 我服了 我觉得我的智商不够用了 阿呆的骚操作太多了 说到松木市 暗黑骑士团 准备在这次血液之潮过去之后 会再进入松木市 进行一次探索 我们已经在研究 对付一花蜘蛛的特殊武器 我们打听到杀虫技 好像对它们有奇效 正在研制砖杀武器 有消息 我会立即通知你的 呃 该不该告诉他真相 松木市的副本 其实已经给我给刷爆了 算了 还是不要了吧 下次去松木市的时候 咱们继续合作 咳咳咳 一定 下次一定 一辆装甲车 整整齐齐地停在联邦资源点门口 装甲车经过了维克特的一番改造 每一辆装甲车后方 都拖着一个大大的拖车 极大限度地提升了负载 缺点是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 而且行驶速度较慢 五名暗黑骑士团精英 从装甲车上走下 陈玉默默地看着这些装甲车 和暗黑骑士团精英佣兵 眼睛里满是羡慕 装甲车 好想要一辆啊 陈玉挥手 示意联邦士兵们 帮忙往拖车上搬运矿石 呃 阿呆 你们庇护所最近是不是在对外扩张 你怎么知道的 你中间搞这么大 我们不知道都不行了呀 怎么 你的表情怎么怪怪的 是这样的 我们最近又接到了几个报告 说是有暗黑骑士团参与了 反联邦组织对玩家助地发起进攻 还觉得是受到了血液计划的牵连 陈玉回想起了上级听到这个消息时候 满脑门子冷汗的样子 上级刚开始还以为反联邦组织 有可能已经在暗黑骑士团内部 获取了高级军衔等级 于是立即展开了调查 陈玉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一点都没有慌 暗黑骑士团 领导们 你们太紧张了 这种事联系下阿呆 不就知道了 陈玉的第一反应 这件事多半就是阿呆干的 这几乎已经成了陈玉的一个思维习惯 在彻查之后 得到的结果更加让联邦大吃一惊 仅仅昨天一个下午加一个晚上 总计15个玩家庇护所 受到了一支暗黑骑士团小队的袭击 这支队伍是由暗黑骑士团精英和丧尸群组 甚至有玩家声称在那支队伍里 看到了舔尸者的身影 最终的结果是 15个庇护所 7家全灭 8家投降 玩家投降之后 庇护所被当场焚毁 所有选择投降的庇护所的玩家 都被接入监狱 监狱庇护所一方 与投降的玩家们签订合约 才会保证其安全度过血远 一副很专业很正规的模样 听说可以保证三餐 还有单独牢房可以居住 监狱 这下可以确定了 这件事是阿呆干的 事实上 联邦也已经从各个角度分析得知 阿呆在曾经的履历上 对天赋技能有所保留 他们判断阿呆的天赋技能 是控制丧尸体没错 但可控制丧尸体的数量 应该并不止一名 至于玩家口中看到的舔尸者 我怀疑有可能是 过度惊吓之后看到的幻觉 当然 最大的可能是 暗黑骑士团在背后操控 明明血月即将来临 玩家们人人自危 可阿呆这个时候 还能想着对外扩张 真是让人不省心 阿呆 庇护所里地区扩张什么也很正常 我们联邦也不会插手 玩家之间的事情 不过 以后再有类似的计划 还是和我们智慧一声 免得到有麻烦 张诺 不就是灭了几个玩家庇护所吗 不至于这么如临大敌吧 嗯 我尽量 尽量是什么鬼啊 不让装甲车 装着满载矿石的拖车 慢悠悠地驶入监狱地 受血月计划保护的玩家们 一一从装甲车上走下 他们纷纷打量着监狱庇护所 后室的墙壁和灵力的哨塔 给了他们增添了不少安全感 当然 还有装甲车 乘坐装甲车赶路 这还是他们第一遭遇上 别说是在心服了 就算是在老府里也没这种待遇 廖不凡带着刘毅和两名NPC幸存者过来 他让刘毅和NPC指引新来的这批玩家 进入三号监狱登记入住 然后凑到阿呆面前 小生汇报 老板 我已经安排人 把二号楼三号楼都给清理出来 还把二号楼三号楼 通往地下室的道路全部封死 暗黑骑士团精英24小时把守 别说 监狱大牢还真挺好用 两个人一间 安排起来非常方便 那里正有不少玩家 正对着装甲车和拖车上的矿石指指点点 一副惊讶的表情 他们是谁 都是第一批联邦送过来 血液计划逼难者 还有一些是路西亚带回来的战俘 我限制所有外来人员 一律不能进入三号楼范围 也不能离开庇护所 这些人里面大部分人都是下线状态 一天上线个一两次吃点东西 也有些想要混石长的 上线就在监狱大楼和广场上拽摇 阿呆眯了眯眼睛 他知道庇护所收留的这些人里面 一定会混入各大游戏工会 公司的眼线 监狱庇护所的情报 也一定会被泄露出去一部分 不过阿呆也不担心 他们看到的永远只是冰山一角 庇护所真正的秘密 都藏在三号楼的地下室 想要进入那里 就必须要通过暗黑骑士团守护的路口 地下室秘密通道路口 甚至还有暴君24小时堵门 他们就交给你安排了 绝对不能让他们靠近三号楼 嗯 我懂 包在我身上 阿呆还需要把精力 继续放在秘密研究所 隔离区的重建上 有了冲突的矿石 下一步就可以进行矿石冶炼 还得再跑一趟 去把废气矿坑里的熔炉 全部给拉回来 阿呆琢磨着下一步的规划 但为何维克克两人有说有笑的 从监狱三号楼里走了出来 阿呆 谢谢你 安吉尔已经转移进了 地下室新建的无菌病房 他现在情况很好 邱先生带着他的研究团 检查过了安吉尔的身体状况 还答应会亲自为他制作 抗病毒治疗药物 不嫌弃的话 我会一直留这里的 一大把年纪了 也没什么别的本事 在建筑建造和机械改造方面 还有点惊艳 希望能帮得到你 说什么嫌弃 太见外了 你能加入我的庇护所 真是太好了 你完成了任务 维克特的请求 你获得求生点数3500 维克特加入你的庇护所 当前维克特忠诚度 MAX 玩家当前庇护所可建造特殊建筑 特殊机械研究室 你的庇护所等级得到提升 你的庇护所吸引力得到提升 哈哈哈哈 庇护所总工程师终于到位了 天赋技能说明 额外提升团队所有人员 20%的建筑建造 机械建造 建筑维修 机械维修效率 该技能等级每提升一级 额外获得1%的效率加成 血液将至 我借回联邦要保护的一部分人员 维克特也很开心地加入了我的庇护所 维克特和邱耀康一样 都是S加瓶级的人物 而且维克特也掌握了天赋技能 维克特的辅助向技能非常有力 直接提升所有人23%的建造速度 牛了个大差 看着维克特阿呆 隐隐感觉到一丝异样 维克特的建筑技能非常强悍 甚至和邱耀康一样 都是S加级别 可是 为什么反联邦势力的人 偏偏要花极大的力气 去追杀维克特 而不去管邱耀康 难道维克特身上 还有其他的秘密没有被发现 要不要去试探一下邻邦 他们可能会知道点什么 我想要在庇护所内 设立一个大型机械研究室 方便我后续进行 机械武器的研发升级工作 当然可以 以后你就是庇护所的总工程师 哈哈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信任 阿呆 我感觉这里就像我的新家一样 我会竭尽全力保护他的 就和保护安吉尔一样 维克特 这里就是你的家 建筑缺少什么材料直接来找我 我帮你想办法 眼下还是先几座隔离区的事 等完全任务再搞清楚 维克特身上的秘密 清晨 莫加维或者皮革 上去上线 好嘞啊 昨晚都没睡好 莫加维忠视 昨晚我们团队又成功 烧毁了12个庇护所 露西亚依旧活力满满 她炫耀式的向莫加维 展示昨晚的战绩 如果不是因为要处理战俘 我们的推进速度还能更快 G病毒的改造 让露西亚每天只需要 很短的时间休息 白天 行动 晚上 我已经安排一只小队 带战俘返回监狱 接下去我们向西面 河畔区域继续前进 那里至少有七家庇护所 嗯 好 就按你说的 莫加维吃了个饼干 昏尘感觉总算稍稍减轻了一些 他举起望远镜进行侦查 从黑市那边买来的情报 忽远处应该有一家 小型玩家庇护所才对 果然 看到了 咦 那是什么 莫加维看到庇护所外 竖起了几根飘舞的小白旗 啊 这 庇护所外 一名玩家正兴奋地挥舞着白旗 你们是监狱军吗 我们投降 莫加维顿时感觉有些淡疼 监狱军是什么称呼 而且为什么他们还都是一副性分的模样 我们投降 我们投降 签合同吧 我们同意投降 都 都知道了 那就签合同吧 莫加维隐隐感觉自己好像忽略掉了什么非常严重的事情 露西亚则完全没有这种感觉 他现在跟打了鸡血一样 莫加维上市 我们继续前往下一家庇护所 哦 好 莫加维结果从对方玩家手里递过来投降合同 还仔细查看了一遍 没有任何问题 好吧 推荐计划那么深的 哪里会有什么问题 喂 处长 好的好的 带你试试 您的朋友 是 处长 我一定完成任务 徐处长的小姨子也想要进入监狱庇护所 有点麻烦 等等再把阿呆再沟通一下 刚刚在笔记本上记下一笔 陈玉手机又响了 看到来电显示 陈玉心脏通通通的狂跳不止 喂 阿丽 上次你怎么把我微信好友加入黑名单了 哦 是你家侄子不小心山的 什么 要请我吃饭 不不不 我请你 啊 这 你的好姐妹 他也想加入庇护所 我能理解的 好好好 你的要求我一定能做 挂断电话 陈玉有些发呆 从今天下午开始 他已经接了五六个电话 全都是要求转到监狱去的 监狱那个地方究竟是有什么能力 喂 老班长 您的侄子 啊 他也想要加入监狱 不不不 我一定帮你想办法 不过老班长 您是怎么知道监狱庇护所的 啊 论坛上都被人爆料了 好的好的 陈玉挂断电话 快速打开最大的玩家论坛 一天文章爆火 十几万的回复 出现在最显眼的位置 血月来临 我发现了一块风水宝地 陈玉翻开文章 什么鬼 监狱军 监狱那块不是阿呆的地盘吗 强大的暗黑骑士团守卫 24小时保护你的生命安全 一日三餐全包 专业厨师 为你服务 监狱内部还接受 搬圆木打工换钱 还有免费的教官 免费教授基础技能 甚至还有免费的 蜂蜜可以拿 蜂蜜可以增加 玩家体质属性 还附带美容效果 市场收购 加1.2W一瓶 下面留言也是一面倒的夸赞 其中居然还有各种 出售监狱门票的消息 价格一路飙涨到3W一张 监狱门票 阿呆不是没有对外手 卖监狱门票吗 这篇文章 难道是阿呆找人发布的 他又在搞什么 花里胡哨的骚骚作了吗 隐隐的 陈玉又觉得不太对 算上血月计划 还有这段时间 阿呆接受的 战服 目前阿呆庇护所内的人员 应该已经超过600人 一下子堆积了 这么多玩家数量 届时 血月难度一定会成为的提升 安全起见 还是和阿呆联系一下 免得出了问题 身为第八区的大神 今天竟然被人狠狠 薅了一把羊毛 监狱庇护所新搭建的 表现出绿色标示 一切顺利的话 再过两天 就可以完成 整个秘密研究所的修理工作 也不知道 邱耀康那边的研究怎么样了 等所有安全阀门修复之后 还需要中和 从隔离区内 一散出的高浓度病毒气体 什么情况 800个 难度27 什么时候监狱里面住了这么多人了 阿呆立即使用通讯器联系 廖不凡 嗯 老板 数字没错 加上各个NPC 现在庇护所人数 有852人 哪来的这么多人 都是露西亚带回来的战俘 老板 你不知道吗 老板 你别说 露西亚真的萌 这才三天 连接森林区域的六个区域 已经全部被我们清理了一遍 现在除了我们 总共七个区域 已经没了万果玩家庇护所 这 大亦了 这才三天时间就扩张完毕了 没想到他们这么勇 27级的血月等级大致 就是普通超大型庇护所 第15轮血月左右的强度 阿呆预计现阶段还顶不住 再往上加的话 可就要麻烦了 莫加伟赶紧带着小队撤回来 收到 三个多小时之后 露西亚押送一批战俘 兴致勃勃勃地回来 跟在队伍后的 还有一群同样兴致勃勃勃的玩家们 一副其乐融融的样子 完全没有半点战俘的自觉 阿呆上校 扩张计划顺利完成 已经清理完成 包括森林区域在内的 七个大型区域 请指示 阿呆 我们回来了 阿呆你看 这次扩张行动大成功 这把个区域 已经被我们全部拿下 所有投降的玩家 也都和他们签了合同 辛苦大家了 特别是你 露西亚 先回去休息吧 没事 我不累 扩张结束了吗 我还可以继续 扩张计划暂时就到这里 好好回去休息 我们马上就要迎接血缘 我需要你做好充分的准备 是 我好开心 好温暖哦 你也要好好休息 别累着了 露西亚带着暗飞骑士团小队 返回三号楼休息 廖不凡也招呼刘毅 带着战俘们 前往一号监狱楼登记入住 来 把这两天有关扩张计划的情况 详细给我说说 啥情况 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严肃 我被白嫖了 你去调查一下啥情况 游戏还能这么晚 耗联邦的羊毛耗了这么久 现在轮到自己被玩家给耗了 就特么离谱 阿呆 你说的没错 有人在背后针对我们导鬼 我都用家里的关系查了一下 这篇文章背后 是EFC游戏公司的专制协手协的 果然没错 AFC游戏公司 那个非常出名的游戏公司 称霸了第三区 就是联邦在第三区的势力 也远远不如 AFC公司在八区倒是比较低调 很少听说和他们相关的消息 他干嘛要对我的庇护所出手 哼 既然你们这么赢 就别怪我 我应该早点发现问题的 都怪我 他的现在这么被动 阿呆 现在该怎么办 哼 怕什么 大不了就把那群白嫖的玩家 从庇护所里赶出去 诶 不到万不得已 千万不要这么做 现在监狱里的玩家 大部分都是被EFC公司 骗来的无辜求生者 他们本身和EFC公司 没什么关系 而且我们工作室 还和他们签订了合约 贸然将他们赶出去 对工作室声誉影响很大 这件事我有责任 我出钱招募一些佣兵团 协助守护庇护所 再动用一些家里的关系 想办法让部分监狱里的玩家 转移到其他护所 减轻压力 那倒不用 27级的血缘难度护所 还顶得住 我担心的是EFC公司 尽快收集和他们相关资料 弄清楚他们对我们动手的原因 好 我现在就去想办法 阿呆 就是那里 蒙城 我刚刚调查了很多有关EFC公司 在D8府的事情 很奇怪 在新福开启 我刚立即就有一批理属于EFC公司的玩家进入游戏 感觉就像是早有准备一样 进入游戏之后 他们立即在蒙城区域集结 一周之后 在蒙城内部左手建立了大型低屋 一周不到 就已经占据了蒙城 尤其初期 城市内的丧尸群数量和强度都很高 普通玩家根本没办法进入城市探索 就算是我也很合作的 他们是怎么办呢 蒙城原本是一座旅游城市 一个陨石坠落在蒙城 不过很快 科学团队在陨石内发现了放射性元素 整个蒙城已经被放射性物质污染 于是蒙城内的所有居民立即展开疏散撤离 之后蒙城就彻底荒废下来 所以在游戏背景中 蒙城也被称为死城 一开始蒙城内几乎不存在丧失 同样 因为城市已经废弃了20多年了 城内可收集到的资源也并不多 实物更是稀少 很奇怪 D5C公司好像是先知道蒙城一样 一开始就直办蒙城过去集合 无论是从初期还是从中后期考虑 他们都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偏偏就选了个地域难度开局 是啊 为什么呢 明明已经完全控制了第三幅 光是第三幅武器 怎么让他们赚得很难过 偏偏还要来第八幅座废弃 对了 我还有一个发现 最近D5C公司对外收购的资源中 出现了很多特殊化学材料 化学 他们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另外D5C公司对蒙城附近区域的 首位级委野蜜 在周围设立了7家小型庇护所 严禁任何玩家靠近 D5C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我花了很大的力气 还是没弄明白他们究竟在蒙城做些什么 我建议最好可以先潜入进蒙城内部详细查看一下情况 墨家伟掏出一张蒙城下水道施工图纸 我们还是按照老计划行动吧 哦 下水道 原来你也学会了 进度我侦察啊 对他们在歪围几个入口设置看守 但在内部的首位就很松懈 只要通过下水道前入蒙城内部 后续侦察就好办多了 好 那就前入进去看看 小甜甜们给我上 二人来到通往出口位置的铁梯 被封死了 还浇了水泥 一个麻烦的对手 连这个细节也做到位了 腾瓣丧尸给我砸了这个锦盖 小甜甜们继续清理下水 到丧尸 我先上去看看 情报没有问题 AFC公司早已经占据了蒙城 清理了丧尸 我只知道一份CTP护所 设立在蒙城内 这一只大概是在城市靠西北的方向 具体还需要好好找一下 序列说话 有脚步手 街道上 一支七人小队沿着巡逻向前走去 竟然是允星公司小队 难道是又遇上了高等级隐藏任务 果然 AFC公司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地留在蒙城 他们很有可能早就知道了蒙城和允星公司的任务有关 AFC公司和允星公司勾搭在一起了 很有可能 跟上去看看 二人远远地跟着这支允星公司小队 走过两个街角 阿呆又呼地拉住了莫家伟 别 那是一座位于城市内的大型公馆 建筑通体白色 大约有四层楼高 在公馆外围的围墙后方高高耸立着四座哨塔 哨塔上还有正在守卫的允星公司NPC佣兵 是允星公司的老巢 要不要回去通知安海提示团 意外之喜 这里绝对有命 不急 再观察一下 跟我来 二人蛇身进入一旁一座废弃大楼 从高处观察远处的白色公馆 喂 阿呆 那玩意儿该不会是 那该不会是是里尔武激光炮塔吧 没错 那就是他 小时候看过一段视频 联邦应对97级的血液 因生生凭借着里尔武激光炮塔的强大速度 击杀狂暴死亡 手途必无所 怎么办 运行公司的防御实力太强了 光是这四个里尔武激光炮塔 就算能控制包军体强攻也很难周销 光束武器 竟然是光束武器 这是游戏后期最为强力的武器之一 也是少量能够被武激异化丧失 造成巨大伤害的武器 如果能想办法把这几台光束武器完整的拆下来 再搬到庇护所里面的话 首先先为想办法入侵公馆 阿呆举着望远镜继续观察 公馆外部围墙上所有的房间窗户都被彻底封死 墙面上还用钢板进行了二次加固 守卫严格的就像是一个军事堡垒 强攻的话 最好的方法是使用武装装甲车 远程火箭炮持续进行轰炸 不行 暗飞骑士团绝对不能上 万一死一个都得拍死 考虑丧尸分身的话 那就只能利用四名暴军再加上舔食者 不行 战斗能力还是差 行动性质的舔食者可以凭借速度优势 趁着激光炮仇的充能时间破坏炮仇 但舔食者的数量还不够多 算上根植体 五十只舔食者无法直接破坏掉四个大型激光武器 至少要上百的数量才能做到 如果采取强攻 那么势必要想办法先破坏光束炮塔 但这样一来 继二十五激光炮塔就没办法安全的带回家 阿大 你看那边 咦 就在公馆不远处 大概五六百米远的位置 一家玩家庇护所就建立在那 是一家大型庇护所 防御能力非常薄弱 肯定是一发时间力的庇护所 没错了 距离离运星公司的公馆这么近 他们两家之间绝对有问题 嗯啊 庇护所防御能力太低了 根本抵挡不住四名暴君的联手进攻 这孩子呢 游戏才开服多久 你以为人人都开挂了 你拿四个暴君当作衡量参照屋 这谁定得住啊 阿大 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做 有点麻烦 直接攻击AFC庇护所的话 一旁允星公司公馆多半会出手协助 庇护所正好也在隔壁G二十五射程范围里面 这就麻烦了 一发肆找到这么一个靠闪 咱们一时半会儿还真拿它没办法 阿大 要不然咱们干脆挖个地道进去公馆 地道 莫家伟你也是的天才 哦 大概 还行吧 不过阿大 咱们挖地道这计划方案真的可行吗 当然可行 不过还得稍稍更改一些细节 够了 啊 啥 啥够了 时间够了 距离血月还剩25个小时 我现在需要你立即返回庇护所和路西亚 一起重启扩张行动 继续对森林外围区域进行扩张 越快越好 嗯 可能还不够 对了 再去问问陈玉 看看血月计划还有没有多的人 或者他还没有人想要来我们监狱 让他多派点人过来 不 不是阿大 二十七级的血月不是已经快要接近地乎所承载极限了吗 再继续夹人地话 没问题 破章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先下线布置一下 你帮我看着 大概二十分钟 如果计划一切顺利 虽然是能够给AFC公司一个永生难忘的教训 甚至还能将领星公司公馆内的光束武器也一起打包带走 阿大 监狱的事情我听说了 我们认识这么久了 遇到这种事 我肯定想办法帮你 啊 你不是要削减人数 什么 你还要更多的人 啥玩意 这是什么火狼之词 各个游戏公司的庇护所都在削减人数 怎么偏偏阿大反其道而行 非但不要求削减人数 还要求更多的人加入庇护所 反复和阿大确认之后 陈玉立马翻了翻手头上的名字 时间上有点来不及 按二十小时来算 我最多现在掉过来九十人左右 行 没问题 我现在就去和领导申请 但是你能确保他们安全吗 好 血液计划名单上的人 对联邦都做出过极大的贡献 其中有些人的背景更是深厚 一旦他们发生危险 相反 他要是能成功度过这次危机 顺利完成血液计划 本大也堵了 阿大以往的骚操做这么多 这次他肯定也能行的 各位总监 经理 这是我们得到的监狱庇护所最新信息报告 孟总监的计划执行得很完美 监狱一方已经乱了阵脚 一切都在安计划进行中 安插在监狱内的眼线也没有反馈心的发现 呵 一千多人 嘿嘿嘿嘿嘿 真是一群蠢货 一千人的人数 血液难度绝对达到三十了 老时候庇护所就要面对死阶小失王 就算他们有暗黑骑士团小队也挡不住 这么看来监狱那边没问题了 蒙城那边的准备情况怎么样了 早已经布置好了 赵队长只会经验丰富 无极难度的血液对他来说就和完一样 按照孟总监的计划 监狱必定熬不过血液 等这次血液过去 赵队长会立即带队过去干领监狱 这次的最大功臣还是孟总监 不费吹灰之力 白白得到一个监狱驻地 孟浩对众人的讨论声质弱网文 他低头查看刚刚到手的文件资料 越看孟浩越发觉的古怪 不知不觉 他额头上已经庆出了一层冷汗 不对劲 太不对劲了 怎么了 孟总监你脸色不太好 生病了吗 不对 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房间内 已经开始讨论在哪里开庆宫宴的众人 说的一下安静下来 孟总监 不要激动 慢慢说 报告中有一条 就在三个小时前 一家来自湖畔西区的玩家庇护所 遭到监狱军的攻击 庇护所所有者选择投降 这意味着监狱还在进行扩张 按照游戏的设定 血液前三十小时 前十小时 前三小时 前一小时 以及最后十分钟都会进行公告 提示当前血液难度 监狱一方不可能没有注意到 他们的血液难度大幅提升 可他们还在扩张 这根本不合成立 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呃 是不是你太过紧张了 你也说过 阿呆这个人很贪心 又或者他对自己的庇护所非常有信心 对啊 孟总监 阿呆以前也都是独行小 从来没有掌控大型庇护所的经验 他可能对血液强度等级并不敏暖 不 不对 阿呆是贪 但绝不是蠢 他绝对已经意识到监狱内的玩家数量 已经超过他庇护所承受范围 可他现在仍在大张旗鼓的对外扩张 一切都不合理 众人也陷入沉默 难道他有办法对付血液 不可能的 别逗了 三十级的血液开始就有死结小尸王 监狱内部偷拍的录像 我们都看了好几遍了 那种防御绝对抵挡不住小尸王 那有没有可能是 众人又四下议论纷纷 听着众人不靠谱的猜测 孟浩心里越来越忘 他很确信阿呆一定有什么后招或者谋话 但他对此一无所知 这种位置让孟浩最为紧 血液血液来临还剩三个小时 综合影响 你的庇护所预计血液强度预估为三十七级 又提升了十级的难度 从等级三十开始 血液就会刷出小型尸王 对玩家庇护所来说 小尸王绝对是一个无法抗衡的恶梦 在血液的加强之下 尸王的各个属性大幅增强 其破坏力比复仇女神来得更强 即使是允星公司的公馆 也只能借助光束炮来对付他 不过嘛 自家庇护所 有四个暴君看守 暴君够肉 一起上还是能扛到这里 来 干了 说 咦 阿呆你怎么在这里 你不是还在盲场吗 这里是我不久前新建的临时安全屋 等血液来临 庇护所的玩家们就暂时安置在这里 这部分工作到时候会由廖布凡负责 来得正好 你给提提意见 看看安全屋怎么样 哦 墨家伟快速环视了一圈四周 四面墙壁和天花板都充满了金属的质感 看起来非常 你把墙壁都升级加固了五阶金属贴 不是 只是特殊合金屠层 可以提升小部分防御努力 好吧 有这个必要吗 要是监狱外面守不住 等外面丧尸群打进来了 这里安全屋设置的再好也没用 最多就是拖延一下丧尸的进攻时间 还不是等次 咦 墨家伟忽然发现安全屋的另外一侧 还有一扇铁门 那扇门是什么 紧急逃生通道吗 来 一起看看 阿呆带着墨家伟一起朝着安全屋 另一侧大门走去 墨家伟顺手推开铁 一股难言的恶臭扑面来 墨家伟立马捂住鼻子 关上大门 虾水刀 你挖通了虾水刀 挖通虾水刀示威了啥 到时候万一伤势群 从虾水刀供进来怎么办 哈哈哈哈 太伟 干得漂亮 我就知道 你是我见过最初次的工程师 还算不错 要是时间再多一会儿 我还能做得更好 就在昨天 维克特按照我的安排 在空间撕裂装置上 稍稍做了一番改装 将空间裂缝的大门 衔接在安全屋入口铁门的位置 通过特殊的建造手法 维克特直接掩盖了 传送门存在的痕迹 再加上整个通道内非常昏暗 普通玩家根本无法辨别自己 已经通过传送通道 进入了蒙城下水道区域 就像刚才 墨家伟在完全未知的情况下 穿越了空间裂缝 欢迎来到蒙城下水道 墨家伟同学 蒙城 这里是蒙城 传送通道 我什么时候穿过传送通道的 墨家伟更猛了 他飞快打开人物地图栏查看 但是地图上面漆黑一片 根本看不到自身的位置 墙面使用特殊金属涂层 不是为了提升防御 而是为了隔绝外界讯号 让处于安全屋内的玩家 无法辨别自身所处位置 阿呆说着 又是的是自己的求生电台 求生电台也处于离线状态 无法接受发送讯息 好 验证成功 一切准备就绪 两个小时之后 廖不凡你带着所有玩家 进入安全屋 时间很紧 我们需要在一个小时内 完成玩家的转移 没问题 交给我了 我屋了 喵啊 好一招喝水东晕 在血月来临之际 将原本位于庇护所内的玩家 全部转移到 位于盟城的地下安全屋 而且离AFC公司庇护所很近 游戏大概率为 默认地下室安全屋 与AFC公司是一伙的 届时 AFC公司将代替我们吸引到 更大部分血月师 潮丧失的仇恨 当然 安全屋也不是绝对安全 也一样需要派人 守住下水道入口 大致计划就是这样 等到血月来临 大量丧失群进攻 AFC公司和允星公司公馆 到时候 一定会弄出很大的动静 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 潜入公馆内部 想办法将他们的光束武器带回来 维克特 拆卸这种高等级的机械 我水平还不够 到时候 你配合我们一起过去 没问题 AFC公司想要坑我 必须给他们好好上一课 灭了他们的庇护所 好啊 厉害啊 这个计划一环扣一环 简直完美到了几点 AFC公司做梦都不会想到 原本应该攻击 监狱庇护所的商事群 竟然会转而攻击他们的庇护所 接下来就是计划准备的最后一步了 走 我们去安炸弹 4 5 5 5 6 9 1 2 1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